富昌证券推出了最新的富昌股亨通手机证券交易软件 不仅可以及时网上开户 享受免费及时股票报价服务 还拥有横指牛熊证数据分析 户深港通资金流向分析 港股升幅排行榜等功能 每日推送新股分析 派息通知等大量财经资讯 一款APP满足所有投资需求 查询请致电3108-3333 多谢选择富昌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每个星期三一次的 A股节目A股选手的时间 这次我们再次请来我们的嘉宾 庄绍凤先生 Hello 庄绍你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看到今天市场跌了 上个星期 庄绍就说是否 因为庄绍一直看好 上个星期就说会不会开始有少少危机呢 港股现在就跌百几点 报28,500左右 上证就跌得更厉害 上证跌1% 跌35点 报3521点 我们的领头指数 我们的领头指数 深正和文化指数 创与创与科创板指数 都跌了2%以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市场是在危机之中 或者叫在跌势之中是否停的 从放量到现在 今天又上证 回到3,500点附近 那就会看回那3,500点那里 之前有一个上升裂口 可不可以顶得住 如果那3,500点附近的上升裂口 是顶不住的 我估计这一次的调整都会比较深的了 那就另外都应回一句了 那就现在是6月 6月就看月底 会不会有一个修炼的情况 那如果看回目前的板块 流动性来看 那6月份应该来说 都是预期会差一点点了 那6月份我们都是 用原始的策略就是防守为主 那就看跌势会去到哪先 就不要那么多手多脚了 就不要入市了 那就上个星期可能会跌 那就现在这个星期确定了会跌 那就会跌到几时 我觉得都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目前看回就 这个调整就未结束的 而且在一个加速的途中 那所以投资者应该都会谨慎为主 那我们就看回板块先 那就A股里面 56个行业板块里面 今天才有9个板块是升的 那就全部都是重资产板块 来的了 那就包括我们 整天会谈到的石油板块 金融板块 金融里面的三驾马车 就是保险 银行和券商也是拉起 那就领头升的是石油的化工板块 和设备板块 那其他都是比较危的了 那就之前升得最好的板块 現在是全部在跌幅黨的頭位 例如汽車、電器設備 就是光復能源之類的 有色金屬 有色金屬今天中五國家隊還出了一個政策 就是已經出副全 就是各處的副全是推出市場 是會去控制著通貨膨脹周期的 開始來調解 所以今天的有色股開始軟軟 現在已經開始加速下降了 今天醫藥都是在下降了 所以我們都回顧一下 原來沒有消費領頭羊 沒有科技股打頭陣 原來市場可以跌得那麼殘 雖然有中石油這隻巨瓶在拉著兩市 有些金融板塊拉著市場 但是指數其實都跌得很厲害 另外我們可以看回恆子都是這個現象 如果不是金融板塊 你看油光這些全部都是高位的 包括銀行很多都是向上拉著 但是因為沒有了科技股 沒有了騰訊 ATM 在這幾個馬車拉著之後 其實市場都是沒有力的 今天其實另外一隻股票 都是開始拉著指數的了 就是380港交數 所以我的預期都是 就是看回市場何時能站穩 我覺得觀點都是這樣 要看回A股 要看回白酒 要看消費品 要看一些藥業 何時能站穩 所以大使才會一起去 當然大使這陣子都已經在等著 就是今晚美國的意識 上個禮拜講到外圍的時候都提過了 拜登就和七國高峰會議 就肯定會聯手放些辣椒出來 或者是外圍的局面會比較擾讓 都認證了這一點 因為這幾天的A股 是無端端是不停地跌 不停地跌 而且是沒有外圍消息影響之下 這樣的話 其實是不是就是擔心的收水 和外圍突然間有些爆炸性的新聞 或者是怎樣的狀況 我覺得無端端跌得這麼厲害的情況之下 亦都需要去留意 暫時都是那句 6月底之前 可能未必會看到低位在哪 我們留意成交量 成交量縮回之後 我們看看消息面會不會有改變 才會考慮策略入試 這一次的特徵很明顯 再重複一次 在高位的時候 3600點附近 兩次放量急劇下跌 當日的成交量是超過15000億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高位信號 之後就一直跌到現在 投資者可以慢慢看這個信號 然後什麼時候會收斂 關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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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的情況 其實John少女會建議怎樣去部署 因為大家 入署就官網了 但如果譬如 有些貨 那需要不需要 建議要減倉 甚至做膽 這樣 還是覺得 寧願買一些好倉 讓機會買更好 這個策略方面 我們之前探討過 就是這次的聲勢 和什麼推動的呢 就是通貨膨脹 通脹週期 通脹週期 之前就一直要大家留意的 就是大宗商品的週期 今天都跌得很厲害 所以我認為下一階段 因為預期住 都是加息週期的開始 因為要壓抑通貨膨脹 這個策略就是買多些 這個策略就是買多些 和加息有關 或者有利加息的行業板塊 就是進入後通脹週期 我們的加息週期 會和什麼板塊 會搭配得比較多呢 這一點需要 投資者做多些功課 去溝通 或者去留意的 我自己一直都是這樣看的 加息週期 肯定是有利於金融板塊 所以我一直都是 攣著嘴都是那三大板塊 券商、保險和銀行 保險 這個星期以來 為了攣著指數 其實是開始在動 不像之前那麼弱 之前是一路創新低的一個狀況 今天的A股保險 就是人壽、泰保、泛海和銀寶 都會攣著指數 或者偏強 銀行今天都是升 雖然不是升得很厲害 但是那些中小銀行 已經是一個 逆市開始升 或者是開始 預期著那個收水週期 或者加息週期 開始的一個移動 那麼 石油板塊 我認為 昨天的油價 油價已經去到74元附近 這個走勢 我覺得 小心一下它會隨時跳 就是跳價 因為它強了一段時間 大宗商品週期裏面 有一個特別的 這兩個星期以來 只有油價是升的 其他產品全部是下跌的 就是金屬類型的產品全部是下跌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以預期的油價 又可以支撐到多久 其實這個是需要 也都需要去留意的 因為另外一個特性就是 油這方面有兩個因素在 第一個就是 美國和伊朗的談判 是開始的 如果解禁了伊朗 石油的供應就會充足很多 這個是利空於油價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 原油一直這段時間 但是和新能源打交 新能源肯定是會慢慢慢慢的 拿到原油的份額 所以你說原油可以升到去哪 可不可以好像08年那樣燦爛 去到百四元 我覺得肯定是不可能 好回來 上八十元或者一百元 我覺得一百元的可能性 也是不高的了 所以我認為上升的空間 不會很大的 所以有些相關的股票 我認為都不會有很多的空間 例如我上個星期 都自己認衰仔的中海油 都是要調一些中石油的 誰知道這個星期認證了 就是中石油 就是升得比中海油 那個海油其實都和我們上個星期 油價升了那麼多 股價是沒有升到多少 所以就是那個彈性就已經削弱了 或者邊際利潤 或者邊際已經開始消減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可以慢慢把原油的升幅 慢慢淡化 因為要留意著它什麼時候會急跌 因為要殺回多倉盤 是 阿仔莊少覺得 油股相關部署來到這個位 就未必有那麼多水位 雖然都在跌市裡面 已經相對硬正的一個板塊 剛才說到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無論在真實的商品市場 還是投資市場 可能很多已經將重點放回新能源 有位觀眾 Tony 他在問關於新能源方面的股份 他說 1799 17.6有貨 新能源多精龜價錢高 但公司股價值完全沒有反應 是否需要止蝕呢 其實我上個星期五月一集 在說光復行業抵制的影響 也有提到這隻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想聽一下 莊少的意見 因為他比較熟悉內地的一些政策 莊少怎樣看這一隻 1799 其實這隻都真是規模比較小的一隻 但行業裡頭 現在怎樣看法呢 其實光復自從去年的一個大規模的炒作效應之後 大家是預期著他們的毛利率是會逐步逐步下降的 因為去年的毛利率高的時候 抗產可能是每一間廠商都抗得很厲害的 那麼他們的龍頭股叫龍基股份是A股 龍基股份這陣子的走勢也是一個偏穩和偏讓 沒有去年那麼強的 去年升了10倍 所以你說這些小型股票 跟著龍頭來走的話 龍頭都開始轉弱的時候 可能那些小型股票都未必會走得比較強 那跟大家分享最近的新聞源的資訊 和電池資訊 那兩間龍頭開始打牙膠戰了 那就是汽車的能源板塊的寧德時代和比亞迪 比亞迪就在手裡他的刀鋒電池就是他的殺手鐧 那就用很少那些有色金屬的 那寧德時代的電池就用了很多磊和稀有金屬的 那但是目前為止 蘋果汽車也好 還有包括特斯拉都好 用的都是寧德時代的電池 那比亞迪這段時間就開始宣傳 就說我的電池是用得很少的一個有色金屬 我不想把那些有色金屬變成原油 到最後變成一個資源爭奪戰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觀點是站得住的 那王全福最近都不停在宣傳給亞迪 所以在內地的一個新聞源佔 已經進入了一個白熱化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下一段時間可能會開始 兩大龍頭開始收割整個市場 就是說幾大 整個市場剩下一個贏家通吃的一個情況的出現 現在還是一個爭奪 看看哪一個可以最後佔到最大 那這兩邊 這兩間應該無疑都可以站到最後 其他應該的優勢會逐步逐步被淘汰 還有他說這隻1799 其實如果你說多精規方面 前陣子比較多關注的多精規企業 應該是30000保理協欽 其實現在都停了牌 還未復牌 所以你那隻就再細規模一點 那真的小心了這個情況 好了 其實講講一下 我們時間就到了這裏 多謝莊少跟我們分享 尤其上次更加是 上個禮拜已經莊少說 有一個危機 現在開始真的 開始真的跌了出來 大家就要小心 那我們再次多謝莊少的分享 下個禮拜三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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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